世界第一的美海军势力再次迎来加强 即将拥有一款专属航母舰载机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 HELLO 它将以更高的速度和精度对海上目标进行攻击 有效地打击敌方舰艇和海岸线设施 让美海军的海上制空权和海上防御 从此变得牢不可破 目前美军正同步开展四个高超音速武器项目 分别是空射快速响应武器 高超音速吸气式武器 远程高超音速武器 以及中程常规快速打击武器系统 这些项目各具特点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HELLO 便是Lurism导弹的后续型号 即进攻型反水面战武器增量2 OSW-INS是美海军重要的反舰武器项目群 在第一阶段开发并形成了远程反舰导弹 第二阶段也就是HELLO项目 它在美海军2022财年预算中首次披露 旨在发展一种远程高超音速空射武器系统 为美海军提供卓越的反水面战能力 使海军能在滨海水域和反介入区域拒制环境中作战 以应对不断发展的威胁 不过除了预算以外 在公布的文件中并不包括任何关于HELLO导弹预期配置 性能指标和其他能力的具体细节 这意味着导弹的指标将随着需求而改变 在美军同步开展的四个高超音速武器项目中 去除已放弃的ARRW项目和不符合HELLO项目要求的IRCPS导弹 能借鉴的项目只剩下ARISM和HAWC 尤其是LRASM能借鉴的地方最多 LRASM是以J3M-1R导弹为基础改良的反舰导弹 它现有空射和箭射两种信号 采用了低可探测外星设计 箭射型可由通用垂直和鞋架两种发射装置进行装载发射 空射型可由B-1B和超级大黄蜂等战机发射 B-1B最大可载弹24枚 超级大黄蜂可载弹4枚 若是结合美国航母舰载战斗机的作战半径 在空中加油机的配合下 空射版的LRASM导弹 可以将美国航母的攻击范围扩大到近2000公里 它的性能参数是这样的 火力军就不过多介绍了 但要说LRASM导弹有什么借鉴的地方 还得从它的射击特点 技术特点上出发 火力军大致总结了几点 首先在射击特点上 与目前所有的反舰导弹不同 LRASM能够进行自主瞄准 依靠机械瞄准系统独立获取目标 而无需事先有精确的情报 或向全球定位卫星导航和数据链那般提供支持服务 能使LRASM导弹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进行积极的目标识别 而且LRASM的设计 与许多美国海军舰艇上使用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兼容 并可从飞机上发射 包括B1轰炸机 如打击地面目标时 LRASM将配备改进的MK114可抛弃式火箭助推器 以使其有足够的动力达到高空 虽然优先开发的是空射和水面发射的版本 但落马公司正在探索其潜射版本的设计 以及从小型舰体的顶部罐状发射器部署 这种多平台的特点 很可能会体现在黑洛导弹上 在技术特点上 大致可总结为LRASM 隐身性好 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射程远 质量轻 抗干扰能力极强 以图美国海空军强大的战斗轰炸机群 能够在远离对手侦察防御区外 实施自主远程饱和打击 它的列装将全面提升 美军远程打击水面舰艇目标的能力 其很多设计理念 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如人工智能技术 绝对可以帮助黑洛导弹 更高效完成任务 像LRASM导弹 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使导弹具有感知决策和知性能力 即使受到敌方干扰 失去卫星导引能力 仍能根据预设程序完成自主导引与攻击 到达敌方作战舰艇编队之后 弹体上的决策系统能够自动分辨目标性质 快速决定打击次序 优先攻击 威胁最大的目标 在射程和质量方面 LRASM导弹牺牲了超音速性能 但兼顾了质量轻和射程远的特点 如空射型LRASM 仅一吨出头的质量4米多的弹长 即可实现上千公里的超远射程 体现出美国在发动机和燃料方面的科技水平 与之相比 俄罗斯的口径系列反舰导弹 质量在2吨左右 红宝石反舰导弹更是质量超过3吨 所以黑楼导弹应该很容易实现高超音速和远射程 另一个可借鉴的项目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确定AGM-183A项目被放弃后 美国加大了对另一项高超声速攻击巡航导弹的支持 该计划由落马的竞争对手雷辛公司负责开发 据资料显示 HAWC是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与美空军的合作项目 旨在发展飞行速度6马赫以上 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不同于美陆军和海军的高超音速导弹 该导弹采用了吸气式发动机技术 也就是超燃冲压发动机 飞行全程动力可控 预计在未来列装后 该导弹将具备甚至超越高尸导弹的作战能力 但Halo又与HACM不同 美海军需要的是一种可在航母舰在机上操作的高超音速导弹 这意味着Halo导弹长度要更小 再结合LRASM导弹的优点 我们可以推测 Halo应是一款具备低空突防能力的远程高超音速空射型反舰导弹 其中为了让导弹长度减小 Halo很可能会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 做到全程有动力 使其具有高速度高机动射程远的特点 这样Halo就能拥有较高的飞行速度和突防能力 可以进行高机动和偏移飞行 从而更加有效地规避敌方反制手段 甚至做到在舰队的外围实施远程袭击 提高打击的效率和安全性 并且Halo应该还会采用最前沿的制导和控制技术 从而实现精确打击目标 在攻击威力上 由于导弹的速度射程和战斗部重量 这几个指标不可兼得 每增加一个马赫数 发射重量都将增加50% 如传统的美国反舰导弹 携带的重型侵撤沙豹战斗部 如战斧携带有450公斤的战斗部 相对较轻的鱼叉 则为227公斤的战斗部 Halo既然具备高超音速 那它的战斗部的重量 虽会适当减轻 但也能达到同样的反舰效果 而且发射重量的减轻 也意味着超级大黄蜂机 以下的四个挂点 1360公斤的载荷 能挂载更多的Halo高超音速导弹 综上火力军推测的 Halo导弹数据大致如下 射程应该在1000公里左右 速度至少5马赫 战斗部重量差不多180公斤左右 搭载平台的话 应该是超级大黄蜂 未来也可能放到F35 或是无人机支撑机上 它具备了寻常高超音速 反舰导弹的性能特点 美海军实力必将更上一个台阶 当然可能有人会疑惑 美国海军实力明明世界第一 为什么还要费尽研发舰载机的 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呢 这就要从两个方面说起了 一方面是 美国海军目前的反舰导弹 都是亚音速 亚音速反舰导弹 虽然低空性能更好 但是飞行时间长 突防能力较弱 比较容易被拦截 随着对手水面舰艇机战术性能的提升 亚音速导弹满足不了其需求 美国海军急需更加有效的反舰手段 来突破对手的防御 而高超音速武器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且符合当前美国的研发状况 正如一开始提到的那样 截至2023年3月 AGM-183A空射快速反应武器 共进行5次试射 其中4次失败 于是在2023年3月29日 美国空军宣布放弃了该项目 而另一个RCPS 其实是美海军和陆军联合推出的 中程常规快速打击项目 该项目导弹 会采用与LRHW相同的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弹头 和两极火箭助推器 未来将装备美海军 朱姆沃尔特驱逐舰和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执行对陆反舰等精确打击任务 但它不是空射 目前美海军正对这两型舰艇进行适配性改装 预计要到2025年和2028年 才能形成建设和潜射高超音速打击能力 所以才有了此次美海军另起炉灶 研发黑漏远程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另一方面的原因 由于其他国家的高超音速武器 让美国有了很大压力 如老对手俄罗斯 他们在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研制上 同样不甘落后 试图打破其海上力量相对薄弱的局面 即使面对航母 也要拥有非对称式作战的能力 其中的高尸导弹 是俄罗斯研制的舰载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是俄罗斯海军的一项最新武器系统 导弹采用了类似于磁路导弹的发动机技术 采用固体燃料喷射器进行加速 最大速度可达超过8马赫 预计在未来可提升至10马赫 又或是匕首导弹 这是俄罗斯研制的一种 空射型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可搭载在米格31BM战机上 该导弹采用了新型固体燃料发动机 和气动布局 以确保其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 并能够应对各种空中和水面目标 该导弹还具有很强的侦察能力和反侦察能力 而美国国会对于美国在某一军事领域丧失领先地位 是非常敏感焦虑的 这种焦虑会变成军方的压力 军方就需要证明自己 因此便有了Helo高超音速武器项目 至于研发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目的和作用 对美国而言 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在美国军事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 这种导弹可以以很高的速度和精度 对海上目标进行攻击 能够有效地打击敌方舰艇和海岸线设施 对于掌握海上制空权和海上防御至关重要 同时 这种导弹的作用还包括突破敌方防线 打通海上走廊 预警监控等 因此能够为美国的军事外交以及情报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 而且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技术的研究成果 也将推动美国军事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能帮助美国更好的适应和对抗当前和未来的威胁 整个项目的计划安排如下 美海军计划在2022财年第三季度发布需求征询书 2023财年第一季度向多家公司售出合同 进行系统功能审查 2026财年第四季度向一家公司售出完成关键设计审查单一合同 2027财年进入工程制造和开发阶段 并在第四季度完成生产准备审查 到2028财年时则完成部署投入作战 其中在工程与实验计划安排方面 美海军预计2023财年第三季度确定需求 2024财年第二季度完成子系统设计 并通过初步设计审查 然后进行系统集成 到2026财年第四季度 完成系统集成的关键设计审查 此外 2023财年第一季度 美海军还将开始武器数据链的研发 预计2025财年第四季度 开始与系统集成 子系统试验和系统试验 此计划在2024财年第一季度开始 2027财年第三季度完成早期作战评估 在经费投入方面 据2023财年预算文件 美海军将在2023到2027财年 为黑漏项目编列4.44亿美元 另外 加上2022财年 在OASUW项目下编列的 5,696万美元 该项目预计总共将投入约5亿美元 以上就是黑漏导弹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沃尔特级驱逐舰和俄亥俄级潜艇发射 预计在2025年完成部署 主要打击岸上高价值防御严密和时间敏感目标 后者则是一种舰空导弹 能够打击海上陆地和空中的各种目标 打击原理类似于弹道导弹 美国的高超音速导弹正在迅猛发展 其在速度 机动性 精确度和攻击力等方面 都处于前沿水平 是核心武器之一 配合上美国海军200多艘的主力舰艇 美国依旧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继续在经济 军事和科技领域独步全球 综合实力领先全球 美国还是那个美国呀 好了 关于美国海军研发的高超音速导弹 大家有什么补充的吗 美海军另外两项孝舰和HIFLA-2舰载机 高超声速巡航导弹 大家又了解多少 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